在這個眾區節連續假期首日 本首以昨天晚上夜間 今天早上觀測南下車流 稍微有增加了七次 但比一般往年的連續假期 車流量少了一些 但不排除下午也會增多的情形 那麼本首也會依照本分級所規劃的勤務外 在各中央入口處台九線145K 以及台泥入口處 有嚴謹交通速度外 因為針對南下車流 在南下車流增多時 本首也會運用在耗製燈管制下 以嚴謹鎖施方式 既然在南下車流快速通過 以免造成一陣一陣的車流巡行 也呼籲南下車流的運用路人 尋時四川公路走廊時 也特別注意一下耗製燈的管制 以及嚴謹的手勢 請依照嚴謹或者耗製燈的方式 行駛以確保安全 那麼星辰分級服務一 行駛輸廓廣路走廊時 警務局或駕車超速 征道或疲勞駕駛情形 以免發生危險 以確保本身以及他人的行駛安全 有限而言 行駛的手勢